一滴之下 气氛不算融洽 在同个屋檐下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你爱 大家好 我是纠真 今天带给大家一部超级恐怖片 鬼王人 故事开始 男主一行人带着吸毒的妹妹 来到林中小屋戒毒 一起来的有男主的女朋友 好机友和女护士 他们来到小屋里 妹妹说她闻到了一股腐臭的味道 但是其他人并没有闻到 这时候一条狗把破在地上的毯子扯开了 地上居然有个地下室的暗门 旁边还有很深的血迹 这些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一行人来到地下室 发现周围都挂着各式各样动物的尸体 仿佛是进行过什么仪式 还有被烧焦的木头 桌子上还放着一本 被铁丝捆住的神秘的书 他们找到了腐臭味的来源 那是一只死后不久的猫 打算一会儿清理一下 好机友手剑 把那本书拿上来开始研究 哎 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他开始翻书了 书上写着 不要碰这本书 你现在已经成了恶魔的婊子 每一页写的都是警告 但是好机友无所畏惧 每一部都按警告说着做了 现在是21世纪 哪里有那么多牛鬼蛇神 他终于念出了那句咒语 于是恶魔听到了召唤 从树林深处一路小跑着过来了 妹妹在外面散步 突然听到恶魔在呼唤他 他很害怕 跑进了屋内 他跟大家说 自己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要离开这里 而其他人却告诉他 这是戒毒气的正常反应 甚至连他哥哥都不相信他 气的妹妹独自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一边骂大街 突然在路中间看到了一个吉祥物 吓得他直接把车开进了水里 从车里爬出来就要逃跑 没想到他被树藏困住 一条棍状物从恶魔的嘴里吐了出来 以十分刁壮的角度 直接进入了妹妹的身体 其他人找到妹妹 带回小屋 妹妹醒过来 告诉他们自己遇到的事 并说这间小屋里肯定有东西 让他们赶紧走 他们并不相信 男主出门倒垃圾 发现了那只死去的狗 似乎意识到了危险 妹妹的行为开始诡异起来 他把自己关起来 用开水洗了 身上都烫伤了 男主撞开门 开车就拉着妹妹要去医院 没想到天降大雨 路都被水淹了 已经变成恶魔的妹妹 忍不住笑出了声 好记友还在研究那本书 他感觉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 果然在书上找到了对应的一页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小木屋 妹妹突然拿着手弩 打了男主一枪 嘴里喊着 我要把你们都杀光 并且说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 然后他就晕倒了 女护士过去拿手弩 被妹妹抓住 妹妹的嘴跟水泵一样 喷了他一连血 护士把他推进地下室里 盖上了盖子 然后就跑到洗手间照镜子 看到了可怕的一份 好记友推开门去找他 发现他的自残 接着二话不说 就开始攻击好记友 看起来他也是被恶灵附体了 好记友只好杀死了他 男主给好记友疗伤 好记友告诉他是 自己念了那本书的咒语 才变成这样子 现在只要把妹妹的身体进化 以活埋 活葬 肢解 其中一种方式杀掉他 就能结束这一切 男主犹豫了 打算继续用科学的方法 来解释这一切 两个人争吵起来 女朋友帮忙去拿药 结果不小心被恶魔咬了一口 也被恶魔附身了 这个恶魔简直比丧尸病毒 都要厉害一百倍 他拿着手弩乱射 钉子全打在好记友身上了 他们两男一女折腾了半天 男主终于很下心 杀死了自己的女朋友 男主打算把妹妹烧死 结束这一切 到最后又下不了手 外面电闪雷鸣 闪电击中了一棵树 燃烧了起来 男主灵光一闪 心生遗迹 他重新回到地下室 打算单刷这个高难度的副本 结果差点被打死 好记友又救了他一命 男主趁机给他妹妹 打了一支镇定剂 男主决定活埋妹妹 在他死掉之后 马上挖出来 用电击的方式复活他 这样既净化了他 又可以让他继续活下去 这招果然管用 他成功了 妹妹的脸不在猙獰 而就在他们打算 一起离开的时候 那个好记友也被恶魔附体了 他摸过来 把刀插进了男主的脖子里 男主为了救妹妹 打包了油桶 与恶魔同归无尽 神秘的书上写道 当恶魔集起五个灵魂之后 他的本体 就会从地狱里钻出来 这时候天空架起了血雨 一个女恶魔 真的从地下钻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屠戮之刃 二人对决 女主用电锯 把恶魔肢解之后 恶魔又重新回到了地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西方的魔鬼并不是那么可怕 他们往往是有实体存在的 而且攻击方式都很直接 说砍你就砍你 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 只要你蒙怼他 肯定能把他怼死 好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会定期的带给大家 各种乱七八糟的电影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一直想 期盼不算融洽 在痛得不远下 你渐渐感到心才变化 你爱 未经许的电影